首先为大家关注到的是火箭军 火箭军之前是有一批高级将领 那么是被介入了调查或者是取消了相关的职务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其中有两位可以说是风暴核心的人物 居然在这一次两会的会场上还露面了 其中有一位是火箭军之前被撤职的原政委徐忠波 还有一位是之前传言不断的拒钱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想 能不能介绍一下相关的新闻 这个也是来自两会期间发生的新闻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此前被免职的前火箭军的政委徐忠波 在3月4日亮相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成立会 根据解放军报还有央视的新闻报道 出席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星期一成立 那经代表选举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代表团 认这个代表团的团长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认副团长 那其中啊 这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呢 是本次两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今年出席有约270人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啊 这个此前被免职的火箭军原政委徐中波就亮相了这个成立会 那在去年2023年7月31日当时啊 中共的中央军委是宣布晋升王后兵徐锡胜为上将 并宣布他们的职务分别是火箭军司令和政治委员 间接是证实了火箭军的原司令李玉超和徐中波被免职 目前这一个被免职的这两名上将是中共中央委员 那但是官方至今没有公布他们被免职的原因 那关于李玉超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或者是外界有很多的讨论 反而是徐中波啊 讨论的这个篇幅不够多 但是这一次在两会上大家又看到了他的身影 此前啊 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曾报道过 徐中波亮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说明 他被免职只是为腐败案负领导的责任 那近年64岁的徐中波曾任西部战区的陆军政委 军委联请保障部队的政委 在2027年的2020年的7月晋升上将的军衔 另外刚才李奇提到的这个 这个战支部队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巨前生 也出现在了上述的新闻画面中 而巨前生啊此前一直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 外界一度认为他是被卷入了过去半年的这个军方的反腐整肃风暴 不过巨前生是在1月底的时候 是在1月29日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亮相媒体之后 是打破了外界有关他因遭调查而失去自由的传闻 那关于这个徐中波啊 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猜测会更多一些 可能啊在这个火箭军贪腐案中啊 这个徐中波本人可能是被查了之后发现 他本身啊这个人是没什么问题 也只是啊他作为火箭军的领导呢 需要负某种成都的责任 那两会上他又出现了 这个是不是说明啊徐中波本人啊已经安全了 不知道何明先生怎么看待他的这个重新亮相 嗯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不担任火箭军的这个政委啊 他还是圈了这个军装 然后有一些人是不是还是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战略军援部队的这个司令员朱全生 他是不是还是司令员 也不能确定为什么呢 他还是圈军装 这个里面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军权制 中国在55年授予这个军权的时候呢 有所谓的元帅有所谓的这个大将 有所谓的这个这个上将 那么呢这个那个时候啊 一旦被授予军权啊就开始牛了 包括无数的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少将 一讲起来都是开国少将 实际上60年代的时候也授予了一批少将 我早一段时间碰到了一个红外带啊 他就说哎呀谁说谁说他爸是开国少将 开什么玩笑啊 那是60年代授予的能够叫开国少将吗 哎呀就是红外带啊 为了这些事情呢增着头部小流 1988年啊中国恢复这个军权制啊 主要的原因是约战造成的 约战的时候造成了这个战争的时候分不清楚 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 没有军权制啊 只有这个职务 那个时候是四个口袋和两个口袋的差别 如果你是士兵啊就两个口袋 如果你是干部啊就是四个口袋没有军权制 约战之后呢就实行了很多的啊这个体制的一些恢复 其中就恢复军权制在当时候恢复了的一级上将 二级上将到1994年的时候就把一级上将给废了啊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一样啊 就是中将之上啊就叫上将 为什么没有大将没有元帅呢 就是他们已经确定了 只有啊 挣脱了江山啊 打下江山 抢了江山的人 才能有资格叫元帅和大将 从此之后啊最高的军权就是上将 但是上将军权跟所有的军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了 他即算是不在职了啊 不服役了 但他仍然可以圈军装 所以凡是圈了军装的人 除非他是在现役的这个中将或者是少将 否则的话呢 他即使是分不清楚他是退了还是 这个现役的一般情况之下分不清楚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居权生是不是还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员 但是徐正波他确实不是这个政委了 但是因为他是上将军权 所以他还是可以圈了这个将服 那么他在这个火箭军的这个事情中间主要是承担 领导责任啊一个端啊 他的本身好像也不是啊 跟这个团伙啊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大概情况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啊 那么也感谢和民先生对于穿军服这个问题 讨论非常多所进行的相关的澄清 那么说完了两会上亮相不亮相的人之外啊 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到处跑的有关的人士 六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服务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美食海滩或者其他的 嗯海滩和美食 好的了解了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无肤质食品等 嗯不吃牛肉 好的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四天 了解了你是打算独自旅行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与父母一起 好的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或者希望有海景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 第二天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雅典卫城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市区 在雅典市区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感言 看到的是 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